第一时间 今日关注 突发事件 沈阳一高层居民楼起火 浓烟窜起 性无人员伤亡 头等大事 我国超2.5亿人受脱发困扰 生活不规律是诱因 明星亮相 大嘴美女姚辰来审 知性优雅依旧 一切都挺好 保持通话 女孩深夜轻生 110女警38分钟聊出准确位置 老有所为 巴巡老人历时4个月 900根竹条做出兵马友战车 把握第一时间 拥有美好一天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 我是彭博 大家好 早上好 我是刘昕 今天是2020年12月6号 星期日 农历11月22 首先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陈默 早上好 陈默 早上好 我们来关注天气 其实明天晚上的6点18分 我们就即将迎来大雪节气了 这是冬天里面的第三个节气 其实这里的大雪不仅仅是雪量大 而是指天气进一步转冷 降雪的概率更大了 降雪的形态更可能是雪而不是雨 然而最近咱们辽宁的雪似乎有点抠门了 那今天只有大连会有雨加雪天气出现 总体来说强度也不大 其他地区都是多云转晴的 而且未来5天都很难看到明显的降雪 这雪降不下来 温度上总是要意思一下的 那明天也就是下周一 咱们辽宁各地的气温将会再次的小幅度下降 来您关注一下今天的温度情况 今天白天全省的最高温度都将会回升到0度以上 将会在零上的2度到5度之间 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最低温度 像安山丹东锦州营口 零下8到零下9度 大连零下4度 其他地区零下10度到零下14度 带来关注一下风力情况 今天大部分地区还是以南风或西南风为主 大连地区的风力会达到5到6级 水阳 丹东 辽阳 铁岭的风力将会是2到3级 其他地区会集中在3到4级 那像水阳今天是多云的天气 温度相比昨天还会继续回升 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将会是零上2度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最低温度将会是零下11度 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 明天会有一个6度左右的降温 那明天预计水阳是晴天 最高温度将会降到零下4度 最低温度零下14度 现在水阳室外感觉交比昨天温暖了 室外的温度是零下7度 室外的PM2-5指数是66微克每立方米 空气质量凉 这一时暖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把时间交给彭博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昨天下午3点多 沈阳混南金币冰河国际27发生了火灾 有市民拍到视频显示 31楼的楼顶有火苗喷出 农烟有2-30米高 在中间楼层有火苗突然喷出 接到火警以后 消防及时的赶来灭火 3点半左右在楼外已经看不到有明显的烟了 下午5点多智慧混南发布消息 楼内人员全部疏散 未造成人员伤亡 起火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我们再来看看重庆 记者从重庆市永川区 吊水冻煤矿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 截至5号7点 救援人员已经成功救出幸存者一名 发现遇难者18名 搜救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12月4号17点左右 永川区停产关闭两个多月的吊水冻煤矿 因为企业自行拆除警下设备 发生了一氧化碳超线事故 24人被困警下 事故发生后 重庆市委市政府立即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部门 开展救援工作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暖新闻 前两天在深圳东开往内蒙古包头市的Z182次列车上 一名孕妇突然分娩 列车工作人员和旅客在客车里搭起了临时产房 帮助孕妇顺利分娩 12月2号 直182次列车运行途中 一名怀孕的旅客向列车工作人员求助 说他马上就要分娩 列车工作人员立刻临时疏散附近的旅客 搭建起一个相对封闭的临时产房 同时通过广播 在旅客中找到了两名医务工作者 随后在列车员和医务工作者的帮助下 产妇顺利产下一名女婴 由于列车条件有限 产妇和新生儿必须马上送到医院进一步护理 当时列车距离停靠干州站还有一个多小时 列车工作人员就联系前方车站 临时在信封站停靠 并提前联系救护车在信封站等候 列车抵达信封站后 大家协力将产妇和新生儿送上救护车 当时忙开了没什么感觉 但是把产妇送出去以后 上来感觉全身都湿透了 挺紧张 最近咬文嚼字公布了十大流行语 其中抗疫流行语明显占优 而今年的医护关系也是备受关注 四川绵羊的医护家属秦先生 与EICU护士妻子结婚四年 经常接送妻子上下班 并拍下了视频纪念 视频当中的妻子常常是没有办法准点下班 出来的时候累得手直扶腰 令秦先生感到非常的心疼 他说自己准备拍 999个妻子下夜班的样子 他们这个群体太不容易了 我们16年然后在绵阳这边才办了婚礼 我媳妇她是属于是在我们当地的中心医院 急诊科的 急诊终诊接护士 然后上班 只要是我这边有时间的话 我都会整体接着接她一下吧 因为她是属于三班岛 她如果说是 她是5点到12点 那么她12点下班的时候 我要去接她吗 毕竟已经很晚了 往往有的时候都是1点半才下班 这种时间真的不多 我就自己是一个喜欢拍摄的东西的人 已经拍了几百个了 拍了一两年 但是呢我目前的这个目标是 拍999个 医院里面的急诊护士 我感觉确实啊 我作为一个家属 我觉得真的很辛苦 我对医护人员就比较敬畏 是因为我夫人然后做这份工作 让我然后更加的看到的更多的东西 然后发现我更加的理解他们 懂得他们 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一些普通的人 好下面咱们这条新闻来关注一下 头顶大事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有超过2.5亿人 正饱受脱发的困扰 平均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人脱发 这当中包括大批的90后 这突然的烦恼逐是让很多年轻人困扰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脱发呢 对于脱发这件事 男性所占比重似乎更高一些 因此一些女性同胞会比较在意 自己的另一半的脱发问题 脱发男人会显老 就是觉得感觉就是已经有点油腻了 因为我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脱发 它是会遗传的 那我会想得比较远一点 近日我国超2.5亿人受脱发困扰 登上微博热搜 有调查显示 熬夜 喝酒 烫染 压力大 都是造成年轻人脱发的主要原因 70后的刘先生告诉记者 他的家族有脱发遗传 所以他也脱发 为了方便 他就直接把头发剃光了 好像三岁这样吧 本来都家里面都用遗传的 没办法用 90后的小邓告诉记者 他是最近才开始发现 自己的发际线越来越高的 为了摆脱脱发烦恼 他也开始听从朋友的建议 用上了各种各样 号称可以治疗脱发的洗发水 我也不清楚 最近他才掉的 可能是吃的咸 还是怎么样 我也不懂 冒没问一下 你结婚了吗 没有 会不会担心这个 因为掉头发这个事影响 这个 现在我都不敢想 脱发分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 生理性脱发属正常 病理性脱发则需要看医生 对此医生表示 目前来说工作压力大 饮食结构不规律 再加上熬夜较多 是年轻人病理性脱发的主要诱因 如果头顶的头发明显的减少 和发际线明显的后移 其实是病情相对来说 已经到中期或者后期了 一般早期的表现是 这个头发偏油 头发变细变软 然后发量的相对来说 自己感觉是偏少的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治疗是相对容易的 张副主任说 脱发患者主要需要调节 睡眠和饮食 每天最晚11点前休息 高油脂高糖类的食物 少吃或不吃 冰冻类和凉茶要适当地控制 相对来说海产品 我们建议是多吃一点 像贝壳类的 包括说海藻类的 因为它这里面含有点元素 它这是我们那个头发 生长的时候 所需要的一个原料 好了解省内大师 一起走进百秒辽宁 昨天由省体育局主办的 铁岭银行杯2020年 辽宁省全球锦标赛 在调兵山市举行 此次比赛 共有13只代表队 198名运动员参赛 分男子加一组 女子加一组 四个组别 32个级别将产生32块金牌 比赛将持续到8号 近日 沈阳市贸促会 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工商会 举行试笔会议 对去里友好商协会关系 推动技术合作 助力拓展彼此海外市场等议题 进行商讨 并签署友好协议 目前 与市贸促会签约的 国外友好商协会数量 已突破100家 10月底 南航物流在沈阳地区的 国际航线货量 呈井喷式增长 根据货员 南航申请开通了 沈阳旧金山 客改货航线 助力辽省地区 跨境电商业务发展 12月4号 22时30分 南航CZ8407航班 满载26吨货物 由沈阳飞往美国旧金山 据了解 该条航线 将于12月4号到21号期间 每周一周五 由A330机型直飞 2020燃清冰雪 旋动辽宁冰雪节 即省府示范区 全民冰雪旅游记 在热高乐园 冰雪世界开幕 本届冰雪节 在冰雪娱乐项目上 做出全新的升级和改造 将打造一战式 冰雪主题游乐园 多种多样的冰雪活动 贯穿2020到2021 整个雪季 持续到2021年 2月下旬 近日 由沈阳市一批年轻企业家 自发组织的 加碍公益团队 在沈阳市发起并组织 亲爱的小孩 慈善拍卖会 加碍公益成立于2013年 致力于帮助省内残疾 及贫困家庭儿童 八年中 共组织七届 加碍慈善拍卖会 筹集上款180余万元 资助165户 贫困儿童家庭 每年向每个孩子定向资助 1200元助雪金 12月4号零点到24点 我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目前上有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好的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第一时间继续精彩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明星亮相 大嘴美女姚晨来审 知性优雅依旧 一切都挺好 保持通话 女孩深夜轻生 110女警38分钟 聊出准确位置 你家离哪还比较近呢 离公园近吗 离青蛇 老有所为 八旬老人历时四个月 900根竹条 坐出兵马俑战车 欢迎回来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娱乐圈当中 要说有特色的长相 那就说也说不完了 各路美女都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说起大嘴美女 很多人脑海里估计 第一个闪现的就是姚晨 昨天姚大嘴来到沈阳 与粉丝来了一个面对面的亲密接触 告诉大家自己最近都挺好 说起姚晨 很多人都相当熟悉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 她是武林外传那个可爱真实的郭富荣 当年的武林外传可以说是80后90后的集体记忆 曾经排山倒海的那个青春女孩子 如今只能存留在我们的印象中了 身为南方人的姚晨 很少来到沈阳 但是每次一来都会收获粉丝满满的爱 昨天看着姚晨的打扮 现场很多粉丝会立刻想到 电视剧《都挺好》中的苏明玉 一样的扮想 一样的气质 曾经的姚清纯 如今已经迈过了40岁的门槛 中年的姚晨可谓是完美逆袭 《都挺好》不仅让观众看到她精湛自然的演技 还有她强大的气场 轻松演绎职场女强人 中年的姚晨魅力比年轻时演喜剧时还要好 虽然没有那个时候那么少女了 但中年阶段的优雅知性和强大气场 也是那个时候没有的 即《都挺好》后 姚晨将和郭京飞再次合作 正午阳光的新剧《闽宁镇》 《都挺好中》相爱相杀的兄妹组合 再度联手 值得期待 第一时间 记者孙军同号报道 新闻独角度解读另一面 自从有了外卖 同学们再也不担心吃不惯学校的食堂了 广东惠州某高校禁止外卖员入校送餐 可学校三米来高的围墙 并没有难倒外卖小哥 人家自己发明了送餐神器 在围墙外用一根带绳子的长杆 把这个外卖挂进去 就跟钓鱼一样 送餐高峰时段 这个外墙外长杆成牌 一赌不如一输 既然不能根本上杜绝学生叫外卖 还不如开通合理的送餐渠道 毕竟放在明面上方便管理 在外面吃饭 更重要的是卫生环境 前几天 山西近城的三明食客 在一家火锅店吃了一顿火锅 结账的时候发现 这锅里有头发 找来服务员理论 要求免单 三人消费182块 最后呢 电源给他们免了82元 事后 电源通过店内的监控查明原因 这头发竟然是他们吃完之后啊 自己从头上薅下来的 然后扔进锅里 火锅店已经报警了 开门做生意真不容易啊 你薅头发咱们管不着 但是薅羊毛 那就不厚刀了 再来看 城市交通最难的不是开车 而是停车 北京白桥大街上 一辆小汽车停的 可谓是技术高超啊 车停在快两尺高的台阶上 前后还有一棵树挡着 走过路过的人忍不住左右研究 说这车它是怎么停进去的呢 从高度到宽度都非常不科学啊 也许呢 他们家还有一辆叉车 能随时调用 当驳车小猪手 实在是难以置信 在这儿啊 要求答疑解惑呀 再来看 考到驾照 按说应该是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 即使厦门一个男子啊 侯某刚刚通过驾驶证考试 当天就呼朋饮伴 一起喝酒庆祝 第二天凌晨 男子觉得自己酒醒了 直接开车上路 谁知道驾驶资格取得还不到24小时 驾驶证还没有邮寄到手 他就因为酒驾被抓了正手 侯某将面临的是扣12分 罚款1000元的处罚 因为侯某刚取得驾驶资格 还在实习期间 所以驾驶证将被直接注销 考驾照真的不容易啊 咱们且开且珍惜 酒驾司机甩赖啊 咱们看多了 突然遇到一个态度极好的 估计连警察都不太适应 最近上海警方遇到了一个态度感人的酒驾司机 正要带他去咽血的时候 另一辆警车来了 怎么回事呢 酒喝了吧师傅 喝了多少 四瓶啤酒 四瓶啤酒啊 能配合的了 驾驶员郭某不但承认喝酒 面对酒精测试也非常配合 反而是民警心生疑惑 正当民警准备对郭某做进一步处理时 又一辆警车来到现场 他们也是来找郭某的 原来当晚9点48分左右 这辆小客车在水清路庙 经路路口左转掉头时 撞倒了对面行驶过来的一辆电脑车 骑车女子被撞击后倒地 但小客车并没有停车 而是倒车后继续掉头逃逸 面对民警的询问 郭某一开始还试图否认 原来郭某当晚陪客户吃饭 席间喝了不少酒 仓后心存侥幸驾车上路 据了解 汽车女子送一及时并无答案 目前郭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被警方刑事拘留 随地大小便是法律问题 还是一个道德问题 前几天有一个出租车司机 在吉林长白山机场的一个空地上 停车上厕所被处罚了 被罚司机不服处罚和民警进行争论 在12月3号的时候 长白山机场的公安分局就通报说 该执法行为属于认定违法事实错误 适用法律不当 分局依法撤销该行政处罚 同时也向当事人通报情况 并取得了谅解 车位什么不能停 是不是我们就跟人停一下 上个 我问你有车位吗 他你这我停在空地上 必须得要车位吧 有没有车位 这是工地 工地得化车位吗 那这是啥呀 大哥 来都收拾了 你过来干啥呢 我过来送客人 我哥这上个车数还怎么的了 这路线楼里有车数 好吧 我今天这啥要不要钱 上后一楼内 你哥说我一下 上车数没有什么 他他要不要钱吧 哥 这不是要要钱 不要钱的话 指定 对不对 这是得急 好不好 你说我们开出租车的 我们挣几个钱 我们容易吗 非得给我开单呢 必须得化 怎么的必须化呢 必须化 因为你没用 他行的 对 你有没办法 最近广州一个小区 正在加装电梯 但是电梯还没装好 楼梯却先被拆了 居民每天只能靠爬钢筋来进出 对此呢 施工方解释说 因为建筑的大梁不能动 电梯门没法开 所以只能做成平层 目前施工方已经加紧安装备用楼梯 并承诺尽快的完工 他要修电梯 然后修电梯呢 他就把我们本来走的这个楼梯也拆了 其实我们只能爬那个钢筋上下楼 我们完全不知道 而且我就是昨天下班的时候 我碰到了他们 我还特地问了他们一下 我说我要怎么上去 然后他说那你要爬钢筋 小心一点爬 里面的那个房间那个建筑 那个大梁不能动他的嘛 他的门开不进来 说是跟他做平成 福建泉州一段 四岁萌娃和外公在剧团演出时候 打锣鼓的视频走红了 孩子名叫陈佳杰 由于家人都是戏团的演员 常年受到家人的熏陶 小朋友自然就学会了 小朋友学得太好 会让我们误以为 打鼓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 未来的鼓神加油 就是小时候一生出来的时候 家里面没人带嘛 跟俄文出去演出嘛 还是夫妻自己带 可能是喜欢吧 俄文演出的时候 他自己就坐在那边 自己拿着乱敲 经常有人说他敲得很好 但是要是有很多人看他 他就不敲 太羞 今日还是在福建泉州 一位架桥教练身上挂满学员的包 趴在墙上向考场里观望的视频 在网上流传 王教练说自己从事教练行业十年了 这一批学员是七位女学员 当天学员考科二 学员紧张 自己也紧张 因此才有了趴在墙上这一幕 有没有一种老父亲 送自己的孩子到学校的感觉呢 考科不二 因为我带了七个旅学员 提选你 那旅学员要进去考试 那个不允许带包包 手机什么东西都不能带进去 所以我教练只好给他拜了 学员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他在考试 他紧张我也紧张 我也怕他会出错什么 我当时十点到 我跟学员都很浓潇 打成一圈 我这个人心态很好 笑嘻嘻的 学员就像所犯 据英国卫报报道 英国和哥伦比亚的考古学家 在哥伦比亚的一片人际罕至的森林当中 发现了大量历史久远的研画 年代可以追溯到一万两千六百年前 据报道 岩画是在距离哥伦比亚首都伯格大东南约300公里的森林里发现的 他们会着在绵延约13公里的岩壁上 岩画描绘了人类和动物的形象 在线了当时人类的日常生活 岩画呈红褐色 考古学家认为 古人可能使用褶石块来作画 现场也的确发现了褶石块 岩画并不是最近才发现的 而是于去年就发现的 但是没有宣布 回到第一时间 浏览国内外大事百秒天下 为您梳理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据悉 知名跨国药企生产的 四架人乳头流病毒疫苗 也就是四架HPV疫苗 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接种年龄扩大至9到45岁 仍采用3G免疫接种程序 此前 四架HPV疫苗于2017年5月获批 用于20到45岁的女性 据英国国家投资局最新数据 今年第二季度 英国从我国进口的商品价值为 110亿英镑 约合965亿元人民币 按季度统计 我国首次成为 英国最大的商品进口来源国 当地时间4号 葡萄牙众议院投票批准 再度延长国家紧急状态15天 至12月23号 在过去几周 葡萄牙一直实施部分宵禁措施 一些疫情严重的地区 也相应地提升了防护等级 另外 在4号到9号这段时间 疫情最严重地区的居民 如非紧急需求 或政府明确表示 可以例外的情况 都禁止跨区域旅行 据巴西消防部门4号通报 该国东南部 米纳斯吉拉斯州 当天发生一起大巴 从公路桥上跌落事件 造成至少16人死亡 27人受伤 司机在事故中跳车逃走 巴西联邦公路警察表示 事故有可能是刹车失灵造成的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好的 下面的时间 我们再次关注天气 把时间交给沉默 好的 明天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大雪节气了 大雪和小雪的区别呢 在于小雪时节 雪是随下而化 大雪时节呢 雪是随下而积 那股秀得道的寒冷 估计常年在东北生活的人 体会是最为深刻了 不过呢 在大雪节气到来之前 今天将会是全省各地 本周以来最温暖的一天了 与此同时呢 新一股冷空气也已经启程 预计将会在明天白天抵达我省 那明天呢 全省情会都云 但是降温会特别的明显 明天中午 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 都会降到零度以下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 今天呢 咱们聊天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的 只有大连会出现雨加雪 那今天白天呢 全省的最高温度 都会回升到零度以上了 将会在零上的二度到五度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 大连地区最低温度 零下六度到零下四度 安山丹东锦州营口 盘锦零下十度到零下七度 其他地区零下十三度到零下十一度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风力情况 今天呢 全省还是以南风或西南风为主 大连的风力就是全省最大的核酸 相比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五到六级 沈阳 丹东 辽阳和铁岭的风力 将会非常的小 只有二到三级 其他地区的风力将会是三到四级 一起来看一看 气前观察员们用镜头记录下的美丽瞬间 先来看一看北票 这是气前观察员孔令云拍摄的照片 他说呢 这座城市建在山里 城内的楼房错落有致 车水马龙人来西网 城市的美景离不开远山 同时呢远山孕育着大量的植被 时刻为城市输送新鲜的空气 这两天的清晨 北票都挺冷的 走出家门 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 就是感觉神清气爽 整个人呢也一下子苏醒过来 也是这样好的自然环境 为北票人开启着全新的美一天 再来看一看章午 昨天章午呢 零下一度到零下十二度 天气晴朗 下午三点多钟 气前观察员杨德全 来到了县城西的柳河 他说柳河呢发源于内蒙古 流经复兴县和张武县 经过新鸣流入辽河 那著名的闹德海水库呢 就建在张武北部的柳河上游 随着气温下降 柳河河水已经结冰 那四点多钟 夕阳慢慢地落到地平线上 映红了柳河两岸 也照亮了风动不久的地面 冬日傍晚 夕阳西下 在一片落日余会当中呢 本来应该是静谧的小山村 却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这里的农民朋友啊 正在忙着装车卖粮 记忆观察员影童介绍说了 他说今年呢又是丰收年 再加上粮价上扬 许多农民呢 都将家里的粮食啊 收出了 在火红的霞光里 只见两个农民呢 辛勤的劳作着 粮仓里面的玉米呢 通过传送带送到了卡车里 农民脸上呢 是带着喜悦 远远的就能听到 他们爽朗快乐的笑声 他们忙忙碌碌的身影 也成了霞光里一道 动人的风景 这天气啊 最近是越来越冷了 冰层越冬越厚 那在矢阳北林公园 东侧的一处冰面上呢 聚集了好多的素华爱好者 其中呢有一组 飞驰三剑客是最为醒目的 你看哈 这老哥仨 穿着统一的白色滑冰帽 还有这个蓝色运动上装 偶黑的紧腿裤 就连他们这个体态 壁摆还有步调都是一致的 这天虽然冷 但是您看哈 这仨退休老大爷 勇往直前在冰上滑行 这积极的状态 是不是也感染到了您呢 那其实今天呢 水阳相比昨天的温度 是要上升的 而且今天水阳多云 最高温度是零上二度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 最低温度零下十一度 西南风转西北风二到三级 明天虽然是晴天 但是呢 明天降温也比较明显 预计明天白天 水阳会有一个六度左右的降温 最高温度只有零下四度 而明天晚上的 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 将会降到零下十四度 现在呢 水阳的室外温度是零下七度 总体感觉比昨天要温暖一些 室外的PM-5指数是 66微克每立方米 空气质量量 来看一下全省各地 具体的天气情况 水阳多云 二到零下十一度 大连宇家雪转多云 六到零下四度 二三多云转秦 三到零下八度 辅顺多云 二到零下十四度 本西多云转秦 三到零下十三度 丹东多云转秦 五到零下八度 锦州多云转秦 四到零下四到零下八度 一到零下十一度 六云二到零下十一度 虽然天气寒冷 但是我们身边 却总有人为我们带来温暖 近日辽宁铁岭开源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 110街警员张选宁 接到了一个稚嫩的声音打来的电话 说自己想要跳舞 张选宁一开始啊 以为是想要跳楼 那张选宁呢 她一开始以为是恶作剧 但是她并没有挂断电话 持续了通话五分钟以后呢 张选宁判断 这个小女孩是真的想要跳楼轻声 你现在在几楼呀 十四楼 十四楼啊 你家里就你自己在家吗 嗯 你为什么会想跳楼呢 我不想跳楼 那你现在在哪呢 我现在在外面 十四楼 在外面 哪个外面啊 我家窗户外面 有个像桥 在这上面呢 现在外边没下雨吗 下了 我被你听阿姨 你现在回到屋里来 现在下雨外边多冷呀 真的是怕她跳下去 我真怕她跳下去 真的特别害怕 应该是类似于楼与楼之间 有一个那样的一个 蓝个应该是那种的 应该是在那上坐着 这样的环境 对于救援来说十分不利 女孩所在的位置岌岌可危 稍有不慎 就有从十四楼坠落的风险 我真的不能让她跳下去 我得让她活着 要想营救苗苗 首先需要做的是 确定她的真实位置 在哪个小区呀 我看离我家近不近 你家在哪 你先告诉我你家在哪 我才能告诉你 咱俩是不是邻居 你不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 在叔叔里面 咱俩 苗苗的语气虽然很平静 不过一提到自己所在的位置 马上就变得紧张起来 这样张选宁意识到 必须要采取迂回的方式 来套出女孩所在的位置 你晚上吃饭了吗 我吃了 你吃饭了 你晚上吃啥了 我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什么呀 蛋炒饭 你还会做饭呢 嗯 你好厉害呀 我想十四楼那肯定是高层啊 然后我们这个城市比较小嘛 高层可能是比较有限 然后又说了几个地名 都说都不是 你家离植物园近吗 太行 太行啊 你离植物园走路了多长时间呢 没想过 你家离哪还比较近呢 离公园近吗 离清河 你家离清河近呢 清河 有高层 你家是市集经典吗 不是啊 杨广城 不是 东方家园 不是 到最后的时候 我又说了一个地名 他说不是 他说我家在他对面 他说他家在对面的时候 我就想 那只有两个小区 我说了第一个不对的时候 然后他就把他家小区名字告诉我了 张选宁立即拿起笔 把女孩所在的小区名字写在了纸上 传递给他的同伴 当天值班的指挥调度长 马上和属地派出所取得了联系 不明啊 有个特殊情况啊 有个十四岁的女孩 在十四楼上要准备跳楼 不要开警车 娃娃响上去 娃娃所在的小区 大概有二十多栋居民楼 在漆黑的夜晚 在这么大的小区里 锁定一个女孩的位置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争取时间 派出所民警 立即向娃娃所在的小区出发 而街警员张选宁 则继续通过电话 和女孩保持联系 转移她要跳楼的想法 另一方面套取更多的信息 以获取她的准确位置 你家大人吗 在楼下超市呢 你妈妈她们在楼下超市干嘛呢 开超市的 开超市的呀 指挥中心 马上把这个极具价值的信息 通报给了前方派出所 出警民警 指挥中心 刚才那跳楼那孩子 他说他家那超市 是一进去第一家 我说 我家也在那个小区 我说你告诉我 你看看你家是几号楼 我说咱俩是不是邻居啊 我说平时没事 我可以过去找你玩 他告诉我 在家在二十几号楼 大约用十三分钟左右 派出所民警 便赶到了女孩所在的小区 我们就是五个岩 迅速往现场去赶 当时有少童龙和徐家文 到十四楼 墨青小女孩所在位置 我和李慧智在楼下 配合消防队员 铺设救生器店 还有没有民警 无非在小区寻找父母 民警暗中行动 小心翼翼 生怕惊动苗苗紧绷的神经 而张选宁仍然守在电话旁 稳住苗苗的情绪 张选宁把自己的故事 和弟弟的故事 都分享给了苗苗 苗苗静静地听着 一直都在讲 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 知道他多大的时候 我就开始一个姐姐的身份 往后一直都是 在一个姐姐的身份 在跟他聊天 然后让他感觉到放松 与此同时 民警王志鹏 已经安顿好楼下的一切 来到了十四楼 他在位置是 十四楼的外侧小网通道 高层小网通道 只有一个到熊的护栏 而且小女孩 还是打电话 边打电话 边在小网通道的中间站着 距离两侧的小网通道门很远 这个我们说不敢冒烟去拽他 给他抱回来 只能等 等司机 而此时 站在十四楼的苗苗 看到了远处的119警灯 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了起来 听到他跟我说 你是不是在跟我拖延时间呀 他这个雨调就已经变了 我说没有 我说你看错了 我说我不知道 你晚上有没有上过高速 晚上高速的时候 会有那种大车 大车散出那个灯 跟你看到那个灯是一样的 我当时都已经有点结巴了 张选宁竭尽全力安抚着苗苗 此时 在外边等待的王志鹏和同伴们 也等来了最佳时机 去解救苗苗的民警说 当时半蹲在黑漆漆的走廊里 连呼吸都不敢用力 生怕一点声响都会影响苗苗的情绪 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他们一边蹲守 一边瞄准时机 终于机会来了 在楼道里蹲着 发那个听见小女孩的脚步声的 应该是靠近我们那个 希望通道门了 瞬间看了一眼 然后冲了出去 一下把她肩膀就抱住了 因为拽手不安全 怕挣脱 所以把她两个胳膊 连肩膀都给抱住 这样是最安全 当时我冲去小女孩给下一个 苗苗被救时 惊恐的这声叫喊 让电话这头张选宁的情绪 一下子失控了 不要跳 宝贝 没事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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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情况 就是当时明姐一下 把孩子给扑起来 然后孩子喊了一声 明姐接电话说没事了 那一瞬间受不了 从接到报警电话 到女孩被成功解救 这通救援电话 共持续了38分钟 放下电话的那一刻 张选宁的心 终于也跟着放下了 没事了 孩子我们救下来了 我说光明拍 明景 我当时那一瞬间 眼泪受不住了 就一下就流下来了 事情发生之后 苗苗被父母接回了家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 现在苗苗的情绪已经稳定了 原来苗苗的爸爸妈妈曾外出打工五年多 今年为了陪伴苗苗辞去了外地的工作 回到苗苗身边 尽管生活方便 但苗苗认为父母管教严格 加之刚刚升入初中一年级 新的环境和老师同学让她无所适从 这才有了极端的念头 平时生活不是很快乐 我跟她聊天的时候她跟我讲 私在学校也没有朋友 然后平时上课下课也就自己一个人 然后平时父母对她管得也比较压的那种 然后她受不了 她没有什么具体的事 她就是觉得她很压抑 在电话里 张选宁以一个姐姐的身份 跟苗苗分享了很多成长的经历和感悟 人生路还长 所有人都希望苗苗能够勇敢起来 好好长大 希望小女孩在日后生活中 遇到什么困难 积极面对阳光一些 你要知道你这辈子只能活这么一回 你还有爱你爸爸妈妈 你不管他们对你多严厉 你得好好活着 没有 在持续38分钟的通话时间里 张轩宁一直表现得很镇定 其实张轩宁今年也只有22岁 从事110街警员的工作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张轩宁说她其实很理解苗苗 因为她也是从14岁的时候走过来 能够体会到苗苗现在的无助和孤独 张轩宁更确定的是 一旦苗苗走出人生这段低谷 回头再看的时候 这些压力和痛苦都会成为她未来战胜困难的铠甲 但是生命只有一次无法重来 结束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也希望苗苗 以及像苗苗一样遇到挫折的年轻人 当你无助的时候请记着 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人爱着你 哪怕是素未蒙面的陌生人 他们都会带给你力量 都说成长是痛苦的 所以更需要老师和家长来进行正确的引导 说到这儿 我们马上进入温故之心 继续孩子成长的话题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表扬 也需要批评 但是你知道 这个批评也是有技术含量的 让孩子更能够接受 并且更有说服力的批评 是什么样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孩子常常犯错 比如忘带书了 和别的孩子打架了 不好好学习了等等 有的家长很愤怒 书都忘带 你还能干点什么 有的家长呢 还用了非常激进的方式 拿着刀对着孩子说 你要是再打架 我们就同归于尽 那么我们该怎么批评孩子呢 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教育家陶行之的做法 陶行之在一所小学当校长的时候 他看到男生网友 用泥块来砸同学 就马上制止他 而且让他放学之后 到校长室去 放学后 陶行之就来到校长室 网友已经等在门口 准备哀训了 陶行之没有批评他 却给了他一块糖 说 这是奖励你的 因为你按时到这里了 而我却迟到了 网友非常惊讶 接着陶行之又给网友 第二块糖说 这块糖也是讲给你的 因为当我不让你打人的时候 你立刻住手了 这说明你很尊重我 我应该奖励你 网友迷惑不解地接过了糖 陶行之又掏出第三块糖说 我调查过了 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 是因为他们不守游戏规则 欺负女生 你砸他们 说明你很正直善良 你有跟坏人斗争的勇气 应该奖励你 听到这里呢 网友特别地感动 他流着眼泪后悔地说 陶校长 你打我两下吧 我砸的不是坏人 是自己的同学呀 陶行之满意地笑了 他马上掏出第四块糖 递给网友 我为你正确地认识错误 我再奖励你一块糖 我的糖给完了 我看我们的谈话也完了吧 我们看教育孩子的时候 不应该用训斥打骂等等 伤人自尊的方式 家长应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平心静气 肯定孩子做这个事情好的部分 讨论引导 他看到他还可以提升的部分 很多的时候 微笑比严酷更有力量 白酒席需要先查一查天气预报 这项备注放在农村的露天酒席 可太有必要了 前两天 陕西商洛一群亲朋好友 顶着飘飘撒塌的雪花 围坐在户外的桌边吃酒席 虽说天气挺意外 但宾客却坐得稳稳当当 静等上菜 甭管荤素都得冰镇了吃 虽然吃了个透心凉 在一片轻柔的雪雾中 坐着坐着就白了头 还有点浪漫 在陕西宝基 这场雪成了画布 宝基小学老师袁伯 以扫作为笔 涉雪为墨 在雪中创作出一幅 长约28米 宽约15米的雪竹图 洋洋洒洒下笔流畅 教学楼的窗口 都是观看他画作的绝佳视角 他说看到漫天飞舞的雪花 一时兴起画了这幅雪竹 给同学们上了一节 不一样的美术课 希望他们喜欢上中国画 澳大利亚十岁的女孩希拉 有一头爱因斯坦式的发型 可狂野的造型并不是智慧的象征 而是一种病 叫南梳头发综合症 这种病的患者头发干燥 容易卷曲 颜色便且无法疏通 希拉自出生以来就一直头发蓬松 小时候还常遭到嘲笑 称她看上去好像把手插在电源里 为此希拉曾剃光头发 但情况并没有变好 新长的头发反而更炸 其次的时候 希拉才被确诊 在家里的帮助下 她慢慢接受了自己的头发 至少有爱因斯坦陪伴 这个病友可挺给力 在孤独生活了八年之后 被从巴基斯坦动物园内解救的 大象卡万 第一次在柬埔寨的新家 接触到了同类伙伴 攻向卡万之前 在巴基斯坦待了35年 2012年 她的伴侣去世 只留下她孤零零的生活 因此卡万被冠以 世界上最孤独的大象的称号 除了面临恶劣的生活条件 卡万每天还要被 饲养员暴力虐待 动物保护组织多年来 一直在争取 让卡万早日离开动物园 上月她终于被解救 运到柬埔寨的新家 迎来新的生活 虽然隔着围栏 但卡万和新朋友 亲热地用鼻子打招呼 待卡万适应环境 她将被放归保护区 与三头母象一起生活 幸福在招手了 周末生活秀 秀平凡人的幸福生活 观众海滨的家乡 在锦州北镇 她和朋友经常登上驴山 一年四季风光各异 东攀驴山观赏兵铺 拥抱太阳拥抱明天 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这就是我们东北汉子 火热的人生态度 再来看接下来 观众刘晓梅说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让我们走进了一个 精英剔透的冰雪世界 湾湾的山路上 营装素果正妖娆 冰雪世界真的太美了 交上好友 喝几杯热茶 生活竟然是如此的明媚温暖 关注卢静的女儿 现在正在德国留学 女儿学习非常努力 卢女士很欣慰 同时也非常的心疼 希望女儿在异国他乡 能够健康快乐 好好照顾自己 学业有成 将来回国一展抱负 终于迎来了2020年 冬天的第一场雪 树枝上挂满了冰晶 在阳光下意义生辉 孩子们在山路上滑雪 李慧荣和朋友们 一起在山间拍照 嬉戏赏雪 爱家乡 更爱家乡的冰天雪地 照片定格精彩瞬间 视频记录日常幸福 欢迎大家参与到 周末生活秀 您可以关注第一时间的 公众号 发送生活秀 图片 还有您想说的话 也可以发送到 屏幕下方的生活秀邮箱 期待您的参与 在陕西西亚 一位84岁的老人 历时4个月 用900多根竹条 做了一个能动的 兵马俑战车 战车的四匹马 和千绳的士兵 都能灵活地动起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制作铜车马风筝的 张天伟老人 今年83岁 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张氏风筝的传承人 从1986年 他开始制作动态风筝 将平面风筝 与风轮发动机结合起来 这个会动的兵马俑铜车马 就是动态风筝 我这个一号战车 是在14年 我做了一部分 这个四匹马都做好了 这个人当时还没做完 这个车轮做了 这个车做了一部分 我去年才把这全部完成了 这风吹着轮 现在拿手转了 你看 这四匹马都动起来了 风筝以竹扎铜车马为先导 铜车马用了920根竹面 有3000多个绑扎点 整个铜车马重量控制在500克 这个本身在天上飞不起来 它要靠后边 用那一组勤勇军阵 那个我一共做了48排 一共是192个勤勇 把它拽起来的 张天伟老人出生在风筝世家 从小受父亲的影响 从小就喜欢鼓的机械 拆卸钟表 后来学习机械设计专业 这以为他后期将机械制作 融入传统风筝 打下了基础 1988年 他做出了第一个动态龙风筝 能动会教的动态龙风筝 刚一问世 济经四座 张天伟老人做风筝已有70年 带着对古老记忆精粹的传承 把传统的平面静态风筝 创新发展为立体动态风筝 他坚持创新 希望能将这一技术传承给更多的人 我现在就是唯一的就希望 有更多的人能喜欢 我自己就喜欢这个东西 你不喜欢就不可能 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玻璃制造工艺拥有悠久的历史 丹麦呢 虽然不是这项古老工艺的发源地 但是发展至今 那已经成为了当代世界玻璃艺术的重镇之一 眼下正在丹麦西兰岛西南部 奈斯特韦兹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的展览 向人们展示了丹麦瑰丽的玻璃艺术 这项展览在新建城的霍尔姆加德工厂博物馆举行 霍尔姆加德是丹麦老字号玻璃品牌 拥有195年历史 这座全新的展示空间呈现了4万多件玻璃展品 其中既有大规模量产的日常用品 也有精细罕见的艺术作品 从中参观者会了解到 霍尔姆加德乃至丹麦玻璃制造工艺的发展历程 展览中参观者还能看到 工匠现场展示玻璃垂质 玻璃拉丝等传统工艺 仿佛见证了一个个纯净而绚丽的童话诞生 好的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时间 我是彭博 我是刘欣 第一时间明天见